去到炸點7就講一下session exercise的答案 那我們首先看看MC 第一條就說 Which of the following gif sounds that can cause hearing damage if a person is exposed to them regularly? 有些什麼我們經常聽的會令到我們聽覺會受損呢? 第一個 Jack Plank taken off 30 to 60 meter away 即是說我們的飛機升降在30-60米遠 飛機升降很大聲的 所以是可以的 造成我們聽覺傷害的 第二個road drill 轉地 當然會聽覺受影響 heavy road traffic 即是說塞車各樣東西 在路面 都會的 所以D啦 1 2 3 其實下面第二條都是資料性的東西 他就說如果我們長期暴露在60-70分配 即是說在一些普通的 即是好像在課室 經常都見到你們聊天啊 各樣東西 即是很多人說話的話 會出現一些什麼症狀 你經常見到那些老師都是 會有些什麼症狀呢? 會不會聽覺受損呢? 那就不會啦 聽得你們多聊天 不會濃了的 不會的 絕對不會的 但是會怎樣呢? 睡不著啦 好大壓力啦 頭痛啦 都慘了 試吧答案 好 第三條呢 就說呢 香港政府做了些什麼 去減低草陰污染呢? 好 第一個就說 去減低草陰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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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啟德機場轉到赤立角 這個是的 正確的 搬遠一點 遠離市區 第二 建造階段階段 在高速公路上 你會看到五行綠色的板呢 就是隔音屏障 那也是的 第三條呢 encourage people to install air conditioner at home 叫人們裝冷氣 那當然不是啦 關什麼事啦 OK 第四啦 setting up laws to setting up laws to control noise produced by labourhood activity 你晚上吵點 旁邊都會投訴你的 那因為制定了相關的法律 晚上過了十一點後 就要將電視的音量收細了 那是對啦 B答案 OK 第二 看看這幅圖了 在鬧事之中 Peter帶著個 headphone 非常之安穩地逛街啦 首先啦 你這麼吵糟的地方 都聽音樂 聽得這麼陶醉 那他一定是開到很大聲啦 當你開到很大聲的時候 This may cause damage to his ear 會令到聽覺受損啦 第二啦 He may not be aware of any dangers in his surroundings 他就留意不到路面上的危險 B答案 他就問啦 If Peter want to load at usual sound levels of his headphone What can he use to measure 我想知道他的 headphone有幾大聲 我們拿些什麼呢 This is a bill matter 測音的 拿這個 記得這個儀器啦 第二啦 What will happen to Peter's ear If he listens to a music with headphones at a very high sound level over a long period of time 如果你焚雞焚得厲害呢 一很長時間的焚雞 很大聲焚雞 有什麼事發生呢 He may suffer from hearing loss 是直接會濃的 可以嗎 會聽到受損啦 嚴重的會濃了的 C. How can we protect our ears in a noisy environment zone above? 好了,我们走过一条街,又转地,又吵吵,又塞车 Bili bom long, gili gulu 我们有什么方法呢? 正常都掩住耳朵就没问题了 We can cover our ears with our hands 用手掩住耳朵 第二,我们看一下不同的环境 他们的音量的大小 我们排回个次序了 最细声当然是chatting with friends 我们普通聊天不会很大声的 最细声 大声一点就是 principal giving speech in the school hall through the broadcast system 就是中央麦宣布 校长的中央麦宣布 大声一点 接着去到BC traffic BC street traffic 是一些很繁忙的街道上面的噪音 接着去到Roadjuic转地 最大声就是jack plane taking off 就是那些飞机起飞 你会见到机场 在机场做的那些工作人员 都一定要戴着 那个耳朵 他们不是在听歌 其实是一个保护耳朵的装置 来的 对象提供的 没内容